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这盘棋是板田中南先生之黑 他的对手是高川阁 高川阁可能大家比较的陌生 这个棋手他的原名叫高川阁 但是后面他由于在日本的本音坊棋战当中 连续九连霸 连续获得九次冠军 当时本音坊棋战是日本最著名的 也是奖金最高的 也是最大的一个棋战 他曾经连续九次获得冠军 大家可想而知他的实力是多么的强大 他也是当时在活跃在日本棋坛里上面 非常著名的一个高手 后面他的名字有的叫做 翻译叫高川秀格 是因为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本音坊九连霸的过程当中 被授予的名誉的头衔 叫名誉本音坊 这个时候由于日本的传统 所以说他要起一个新的名字 代表他本音坊世家的名誉本音坊 那么后面他就改名叫做高川秀格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也是始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小典故 不管他叫什么都不太重要 大家知道高川格也好 高川秀格也好 他是日本的一个顶尖的大高手 就好了 那么这盘棋本天荣男先生还是直黑 我们看还是不拘一矢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寻找一下 进攻的目标 我们既然是围棋攻击法 我们先找一个 就是攻击他得有一个对象 对不对 他得找到一个目标 找到一个猎物 让我去攻击 让我去捕获 首先要找到这么一个方向才行 那这盘棋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目标是什么 好 我们看这颗棋子 白棋这颗棋子和黑棋这颗棋子 目前来说 是当前局面下两颗孤子 其他的棋子来说 比如说这个脚上是定势 这已经是完全 双方都完全安定了 这个拆尔也好 这个五右脚也好 显然黑棋是无法有效的展开进攻的 那么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进攻这颗棋子 这个时候我们看黑棋这个棋子和白棋这个棋子 目前都是单子 那么谁能够抢先动手 谁就会占得有力的这么一个地位 好 说了这么多 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会想 那问题变得很简单了 对不对 既然我也是一个 你也是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抢占中间的根据地 应该就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 应该也是我们应该说是最正确的思路 对不对 所以说黑棋的第一杆可能是会走在这 拆尔 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可能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或者说以攻为首 这个是最好的思路 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 也讲到过这个思路 但如果你走这儿呢 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啊 如果黑棋直接拆尔的话呢 白棋并不是傻傻的逃跑 如果这样的话呢 黑棋当然满意 黑棋在稳稳的扎定 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什么 就是说黑棋这两颗棋子占据了根据地 这个角上三颗棋子占据了根据地 白棋这两颗棋子 是变成了这个叫做什么 无业游民 他没事干了 这两颗棋子 你看没有根据地 他没有自己的地盘 怎么办呢 他就自己只好 自己向天上去逃跑 这样的结果毫无疑问 黑棋是可以满意的 但是 我们记住啊 但是对方也是大高手啊 对方不可能轻易的去 中你的圈套 如果黑棋拆二的话呢 白棋一定会选择点角 这个点角是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就是转换 黑棋大概只有打 我们来看看会形成什么结果啊 对 这样白棋再也飞 白棋通过把这颗棋子放弃 棋子 弃掉这颗棋子之后呢 在脚步 这个 把黑棋的这个脚啊 这个大脚啊 把它全部变成自己的 这个实地 换句话说 这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那我们刚才说 如果你是想进攻的话呢 还有一个要诀 就是要一定要断绝对方 轻易转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不要给对方一个 转身的这么一个方向 一条路 要把这条路给他堵死 才有可能弹得上进攻 比如说我们像刚才 自己举的这个例子 如果你看上去进攻 人家直接一点角 一点角之后 形成转换 然后呢 你要攻的这个子呢 人家不要了 人家不跑了 结果呢 人家换了一个方向 利用他 换了一个方向 叫金蝉脱鞘 把这个尾巴断掉 然后 我们就经常 小朋友们可能会学到 小壁虎断尾巴 对不对 你这个其实说白了 就没有进攻到他的本体 那这个是进攻呢 就是毫无疑问是失败的 搞了半天 弄了一个人家不要的一个尾巴 是不是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说 这个拆二 看上去是一个进攻的思路 其实呢 这是不够严厉的下法 这是没有抓住本质的一种下法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既然说点角厉害 这个怕他这个 这个叫什么壮士断腕也好 或者叫做壁虎断尾也好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先把脚上防守一下 好不好 比如说走在这 或者跳 这个是局部来说呢 是防守脚步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思路 但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同样不好 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结果 就是说 你会把这个双方根据地的 这个要点 攻守上给对方 这样 白体占据了这个根据地之后 黑体也只要拆二 那么如果你在谈的是 这个叫什么 和谐社会 这个和平的布局 开玩笑 和平的布局的话呢 可以 你可以这样考虑 但是还是我们要回过头来 我们要把话题往回拉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进攻 板田融南先生的这本书的核心的要点 是教我们如何进攻 围棋攻击法是如何进攻的 所以说 如果你跳这个 或者是扎钉的话 这谈不上进攻 这跟进攻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不是说这个不好 不是说这个不能下 但是呢 它绝对不是最好的 这个不是在进攻 所以说 这是应该说是错失了进攻的实际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正确的答案 进攻的时候呢 确实要掌握一些窍诀 像这个局面下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既要防止对方 从这个方向 这个 叫什么 转换 转身 同时呢 又要防止对方 从这个方向去 拆边 获取根据地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一种 一举两得的方式 或者说是一种 就是更紧凑的方式 压迫性更强的方式 更积极的方式 去对待这个局面 下一首 板田荣男先生 给我们 展示的答案是 坚顶 由于这步棋 是非常紧凑的 去贴近了白棋 我们这个是 是贴着白棋在下 所以说 它给白棋造成了一个 极其强烈的一种压力 局部强烈的压力 导致白棋什么呢 白棋这个时候 不能走在这 柴儿 如果走在这 这本黑棋一虎 那么这个子呢 就是 你可以看成它 基本上属于是 就是残疾 就是二两残疾 它已经 极大的受伤了 所以它看上去 这个子是有 其实跟没有差不多 那么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呢 不是根据地 这个时候 白棋只有一步棋 可以下 就是长 这个是命令性 所以黑棋这个肩顶 是命令性 命令白棋 必须要长 白棋长了之后 黑棋的下一手呢 不是在这防守 大家注意啊 不是在这防守 下一手呢 它是走在这 逼住 继续进攻白棋 那么有了这两手的交换之后 白棋如果再点脚 结果就不一样了 再点脚 黑棋这一例 这两手的交换呢 可以说把白棋的这个 我们刚才说 那个尾巴也好啊 那个断腕 那个腕子也好啊 把它变得又粗 又壮的 又长的 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断掉 这是它的目的 如果你还是去断腕的话 那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比如说你在飞 这时候黑棋一肩 我们会发现 这个局部白棋需要做活 你需要花一手棋 需要后手做活 那黑棋再一飞 这样白棋这两个棋子 如果死掉的话 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 一个手腕的这个损失了 这可能整个胳膊都给都给砍掉了 这个损失就太惨重了 就变成独臂大侠了 独臂神尼了 所以这个 这个局面来说 黑棋已经坚顶了一下 其实是断绝了白棋 转身转换的这种可能性 那这个时候注意 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这个进攻的时候 这个悬点也很重要的 黑棋实战是走在这 高位 高位是非常好的悬点 如果你下在低位的话 那么这个对白棋 出头的压力不大 这样白棋可以从天上点 挡住 这样白棋再盖过来 我们看白棋简单的 这样点了一盖 这两手处理之后 接下来黑棋便没有办法 去再继续展开进攻了 没有办法对白棋展开进攻了 当然这个是比较深奥的一个课题了 如果说我们棋力没有到 比如说到一个段位级的话 其实这个差距也没有那么大 这个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掌握 但如果说是你要尽善尽美的话 板田先生告诉我们 他剃刀的经验来说 这个一定要走在逼在上面 阻止他向上出头的这么一个方向 这个是更好的一步 接下来白棋没有办法 我们说白棋刚开始 如果直接拆手 刚开始说的就可以点脚了 这现在不行 现在胳膊太粗了 必须得跑了 所以说只好跳出头 接下来黑棋继续 紧凑地尖 这个看上去是一步俗手 但这步俗手就该下的时候也得下 你比如说你要是不走的话 白棋最简单的 他就靠 一尝 这个水平高的棋友可以点脚 最笨的棋 我就不会点脚 我这样一挤 我们看这个地方的眼形 就立刻就形成了 所以说 这个时候还是继续要破坏白棋的棋形 这个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俗手 但是在这盘棋这个局面下来说 这个是好棋 这个腰这么下 白棋只好接上 黑棋继续跳 黑棋一跳之后 实际上是把白棋这四颗棋子 跟这两颗棋子的 这个联络的方向完全切断了 这个是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你是这个交通也不变了 是整个航线也都给你切断了 雷达都联系不上了 反正是这一跳之后 白棋这四颗棋子是彻底跟离家变得很远 所以说实战呢 白棋只好向拐着弯 向这个方向出逃 黑棋 这个时候再拆 我们看黑棋的节奏是非常的完美 可以通过实战这个尖顶 这样的进攻的尖顶了 这个高拆进攻的手法 第一个 把脚上实地化 第二个 将自身局部形成这个堡垒 获得安定 占据根据地 第三个 我们再看白棋辛辛苦苦的 跑了五颗棋子 依然不活 这五颗棋子 依然会将来会受到黑棋猛烈的进攻 而且这五颗棋子呢 我们叫围棋术语来说 叫做重 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沉重的意思 就是他不能气掉 他不能死 很重 你不能轻易地放弃 一直得背着 这个负担很重 所以说 走到这儿 可以说黑棋是步调非常的好 局部获得了这个极大的成功 局部作战获得了极大的胜利 从这也可以看出 进攻的时候 其实 这个攻击真的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你需要考虑的 这个维度是很多的 需要照顾到的方向是很多的 既不能让他去安定 让他去 达成堡垒 同时呢 又不能让他轻易地脱身 再有呢 就是说 还要照顾到自己自身的弱点 也要防守防住 不能让他利用自己的弱点 去处理好这个骑行 第四个呢 你还要实时关注着他的骑行和眼位 找到能够一针见血的 能够去破坏他骑行的 这么一个悬点 所以说 还是蛮难的 但这盘棋来说呢 我觉得我们 有很直接的收获 因为这个局部的骑行 是我们在实战当中 非常容易遇到的 在遇到类似骑行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要诀 要断除对方 这个转身转换的机会 之后 再进行猛烈的进攻 好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希望能够给您带来收获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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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